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觉得很孤单 尤其是这个季节 冬天要来 老兵会所 这套边钟 是曾侯乙边钟 微缩仿制品 上次只对黎政伟到点上查勤 把它带过来 交到了夏世 满亚东的手上 隋州是边钟古月之乡 在这里出土的曾侯乙边钟 更是被称为世界 第八大奇迹 把这古老的乐器 送到我们这偏僻的大山深处 黎政伟自然有着他的用意 按照惯例 点上满服役期的老兵 都要提前下山 回到中队 等待走流的命令 而这首曲子也正是小满 为宋别班长蒋树华演奏的 蒋班长在这个直近点待了五年 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 也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朝夕相处的战友 曾经坚守的岗位 就此别过 再想见面 恐怕真的难了 这里曾经是中队前身的老营区 是下山回中队必须经过的地方 三十年前 一场突发的地质灾害 造成山体崩塌 巨石覆盖了整座营区 二十六名战友 常年在这大山深处 二十六座墓碑 二十六个中魂 这里是一代代大山里的兵 敬仰和守卧的高地 老兵们要走了 大家心情有些沉重 思绪也就多了一些 不过没关系 我们有自我调节的办法 听 指导员已经开始动摆了 我们所有满呼吸器的老兵 居家退出建议了 昨天晚上 我们大家共同讨论出了剧本 那么今天 我们就要正式开拍了 这部小短片 对于我们老兵来说 是一份珍贵的记忆 希望我们大家在拍摄的过程中 能够打起军 本色演出 把我们最好的形象 展示给我们的老兵 大家准备好没有 说起拍片 我们三中队专门有一个团队 叫大山影音工作室 中队所有官兵的参与热情都很高 创作组和演员可谓阵容庞大 两年前 我们就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 微电影 守山 我发现班长最近总是闷闷不乐的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不会吧 班长他能有什么情况 上桌珊瑚 无意中听到班长和嫂子 在电话里吵架 你开玩笑吧 那个信号都断了好几天了好不好 是真的 第一部微电影 守山的时候 那个片子偏向于一个正片 就是教育意义别的 以我们中文一个老师官 他的故事为原型拍的 那个就是比较感人 比较 教育意义比较大 已经九年七个月了 我想把这里当成家来建设 建好 守好 直到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这有什么不对吗 你想把这当成家守好 那我们的家谁来守 别人在这待了两年 五年 都回去了 可你非要在这待上十年 你看看 这除了陈梅潭就是馒头山 这有什么好的呀 好 这里什么都好 你只知道别人当个三年五年走了 可你知道别人走的时候 心里多么的难舍难负吗 你知道别人为了能够留在这里 多待几年 杀费苦心吗 你知道又有多少和我们一样的年轻战友 在这里甘愿奉献 你说敬我吗 你知道 你知道有二十六个战友 我们买在这里 群山买中国 他们没有家 他们没有亲人吗 二十六个战友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后来我们的微电影和视频 上传到了网上 很多人知道了我们山里平的生活 和内心世界 来这一点上 看我们冠军的时候 在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 实际上还是很精心有味的 把我们的几部片子 全部都看了一遍 并且还对我们 参演的战士提出了表扬 他说演得很好呀 我站得乐快点 有一次最后还给我们留了一张合影 然后我们站着 都把它洗出来 然后自己珍藏了 大家注意了 我们现在开拍第一个故事 开场的时候 班长要表情严肃 节奏不能太快 要少我们整个队列 然后再开始说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把你们提高到这里 我们下面队列里面 要配合好 班长问到哪里 你们答到哪里 今天不能变开呢 今天不能变开 要不也是呢 你可以笑笑的 好 好 三 二 一 开始 今天要拍的是两个秀真清洗剧 创作灵感 当然是来自我们平时部队生活的一些小细节 关后感 到处抄 我们看了一些战狼之后 让这个 让大家写关后感 然后这个班长收下来过之后 就在班里训着 他们暂时 说他们在抄 没一个承认人 后来我在旁边刚好经过我 我看了一下 感觉这个比较有意思 后来就把它给重新 让大家一起 我们再换了个餐饮 再重新把它演得出来 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夸张 别看蒋班长在总队比武拿了第二名 可是拍戏当主角还是头一次 开始还真有些不大自然 但大家都是本色演出 很快也就进入了角色 尤其是蒋班长 这并不标准的普通话 恰恰符合了剧情的需要 从道让你们写个关后感到处抄 抄我抄网页 冯鑫 道 你从哪里抄的 班长我没有抄 你没抄 我看看啊 这个陈帅在回答班长的时候 你是很 你是显得很冤枉的 班长说你抄了 其实你没抄 是吧 应该不是抄的 只不过是你把别人的写过来了 你要表现出你很冤枉的样子 你一拍大腿班长 我冤枉 我没抄 你要跟班长表达出来你这种情绪 班长我冤枉的时候我自己抄的 通过这些小故事 他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我想用一种比较会谐幽默的方式 把它给展现出来 这样的话 就是在我们教育的过程中 更能以为大家接受 我们代表走的时候 这个排便一定要整齐 接下来要拍的是一花接木 还是请我们的丁导一边导戏一边给我们来个剧透吧 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组织战士机的外出 但是外出之前我们肯定要组织一次几能分析检查 但是这个有几个战士几能分析检查不合格 他们有的头发长了 或者衣服有点皱啊 我要他们蒸了一步之后再出去 它这个理发室 我们只有一个位置 但是他有四个战士这个头发太长 但是我们时间只有十分钟 所以说肯定有的战士他离不了头啊 然后他就比较急也比较气冷 然后这个班上给他出了个手注意 拍出来的这个效果是指导员不知道这个事情 实际上呢 我们是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把它给戳穿 大家看了过的话 就感觉这个下次啊 遇到这种情况了 要老老实实的这个 汇报 汇报情况 导演就怕剧透 丁导也一样 怕斗多了影响票房 当然他的票房就是战士们的笑声 经过一个上午的拍摄和一个下午的剪辑 小片基本成型了 都讲仙主为快 那就请观众朋友和我们官兵一起 看看我们自己拍的原汁原味的小片吧 大家好 我是大山工作室形象代言人小山 欢迎收看景莹秀珍清喜剧 本片纯属真实 略有调侃 如有雷同 绝非巧合 嘿嘿 怎么会是巧合呢 今天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交代的 不 知道 让你们喜爱管好的 到处逃 操宝 操宝 操宴 如今 大 你说哪里操的 班长我没有操 你没操 我看看啊 赵孙基写的 革命军人有灵魂 必须要坚持不懈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育武装自信 内化三个决定 坚定三个自信 就你这个水平都能当结婚军报群人员了 爸 这是我从法师上学的 感觉这句话很有道理 所以就借鉴了一下 有道理 有道理多了 今天是不是 是 那不就是了吗 还是操的吗 下去重新写 知道吧 是 嗯 吴亚宇 到 你说哪里操的 班长 其中我也没操 你也没操 是啊 这是你写的啊 军人的血管里永远会上着英语无畏的水 平时整个代战 摩天操长 暂时赶大赶兵 就你这个出场水平 你能用出整个代战这个词语啊 班长 其实我是中断 中断 中断就能用了 那是已经学了 班长 是我的不信了 你洗我开 来 哎呀 还说好的 还知道自己操一下 有的人呢 操的不自己操 吃饭 到 你是谁样人操的 班长 那是我自己写的 你自己的 这你来或者我还不知道 说什么 昨天我下头看到桌子上有一份 拿过来写上我名字 调上去了 你是个人才 真是 下去自己写的 知道吧 是 写好没有 我把写完了 我看一下 给你个蛋 下游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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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今天我们组织机的外出 凡事 进入风机不合格的 一律 不如二十 下面 继续进入风机检查 你这衣服太多了 高点 下游卡 别在这儿 刚才 在检查过程中 凡事被我点到 火花场 游州 批线站着 给大家十分钟时间 进行整改 保证 一定不能外出 接 早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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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进去行哪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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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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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